美国总统拜登举行民主峰会并未邀请中国引起北京当局不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更是抢先的在今天上午 与美国民主峰会前特别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综合报导指出 该排皮书强调中国实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另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本月2号出席北京举办的中外学者谭民生的对话会上 则声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更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受到人民拥护 这一段发言还被中国官媒新华社特别的刊载报道 然而讽刺的是 这一则报道下方的留言却是照样的被言论审查进行封锁 一百多条留言只有八条是可以被看见的 连中国网友都看不下去 而中国自称民主的行径 让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会长米德韦讽刺 民主的概念要大幅扭曲 才能够让中国符合定义 如果中国、俄罗斯也感受到了需要套用民主的概念的必要性 这正展现民主是多么重要 除此之外 中共内部对于民主与中国是否民主的定义 好像也还在矛盾中 首扬社报道 中国官方近来积极地宣扬中国是全过程民主 并且大力地反驳西方民主制度 同时大肆批判美国将举办但中国未受邀的民主峰会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午举行计審会发表中国民主白评书 但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 今天却表示道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搞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 是很容易搞散搞乱的 民主必然会走向他的反面 他有说 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民主的正确方向 保证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他说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更加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 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高度一致的 两者相互肃静相得一张 田培炎声称 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团体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 始终坚持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他又说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可把全体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到党与国家事业中 后执党的领导的民意基础 使党的决策更加科学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得更加彻底 执行得更加有力 此番言论在否定民主本质的背景之下 又试图要重新地定义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含义 连接中国昆明市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3号正式开通 老挝自此迈入了铁路运输时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与老挝国家主席同视讯进行会晤 并且以连线的方式共同见证中老铁路通车 BBC报道 这一条总长1000公里的铁路是首条由中国主导 并且与中国国内铁路网相连通的跨国铁路 包含了客运与货运服务 这一个已经建设5年的项目耗资59亿美元 客运时速为160公里 这代表着从万象到中老边境的旅行时间将会缩短到3小时 而到昆明则可以实现周发细致 中国还计划在未来将该铁路延伸到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不过围绕该项目的质疑声也一直存在 一些人怀疑这一个耗费巨大的项目 是否真的能够给老挝带来足够的好处 还有人质疑 岂会让人均GDP只有2630美元的老挝背上沉重的债务 2016年这个耗资59亿美元的项目开始动工 而这一个数字占了老挝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当时人们怀疑这一笔巨大的投资会让该国陷入债务陷阱 因为该项目60%的资金大约有35亿美元 是来自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因此这个效果背负了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 剩余的40%被转化为项目股份 老挝方面需要投入7.3亿美元的等值现金 其中2.5亿美元来自老挝的国家预算 其余4.8亿美元也将会依靠同一家融资机构 也就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老挝总计将会背负超过14亿美元的债务 鉴于世界银行2020年的数据显示 老挝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1.4亿美元 这一个数字相比之下非常惊人 无论其背后经济争议如何 现在铁路已经宣告建成 未来是否能够为老挝带来实际效益 还有需要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中国在该地的影响力只增不减 未来该铁路也将会给中南半岛带来重大的变化 美国之音报道 虽然曾经有过不那么愉快的过去 但是中国与俄罗斯今年加强了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关系 两国都对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表示了不满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两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并且发表了针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外交声明 比如两国驻华盛顿大使 联合撰文抗议美国即将主办的民主峰会 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 民主峰会的110个受邀参与名单 并不包含中国与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瓦西里·卡森表示 俄罗斯依靠中国庞大的产业经济 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因为欧盟的环境规则增加了向欧洲出口油气的难度 他说道 双边关系是1950年代以来最牢固的时候 在人们对中国的政策感到关注之际 从美国到澳洲到欧洲各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 也加强了他们自身的联系 西方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政策表示反对立场 这些政策包含了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言词 对香港异议人士的镇压以及对中国新疆地区 而且通常是在网络上展开行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扯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 就中国与俄罗斯方面来说 两国希望阻止奥巴马和小布希总统时代 美国驱动下的那种软实力的回归 当时在较小的国家看来 在每个大国中 美国算是更可以让人接受的领导者 而现在中俄越走越近 双方还有进一步提升合作的可能性吗 这可能还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克服 分析人士指出 中俄冷战时期的猜忌 有可能会使得双方的合作局限于宽泛而非正式的行动 而不是正式的签订条约 1960年代 两国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 和随后的边境冲突而分裂 北京与莫斯科的同盟关系随之消失 不过越南福布拉特大学教师阮清仲认为 双方有可能会建立类似奥英美三边协定 那样的军事技术分享协议 阮清仲说 过去两年来 中共与俄罗斯签署了很多的协议 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协议 取得很多具体进展 新加坡南央理工大学 拉扯勒南国际关系协议院副教授张家松则表示 西方盟友没有必要担心中俄的合作 除非这两个大国签订了正式的协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月与美国总统拜登 在苏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场边会议时见面并说好要在年底正式会面 由岸田文雄飞往美国讨论包含中国等等双方共同担忧的议题 但是受到了当前Omicron变异株侵扰全球的影响 该形成或将生变 NHK报道 由于Omicron已经逐渐地在国际上扩散 而且出没认定比肆虐全球的Delta变异株更具有传染力 加上考量美国的政治局势 日本方面考虑要重新地安排会议时间 岸田文雄今天表示 日本外交主轴就是日美关系 日美首脑举行面对面会谈很重要 不过考量美国国内情况正在持续进行协调 但是他也重申希望能尽快地前往美国进行访问 立陶宛早前同意台湾在该国设立台湾办事处触怒中国 早到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阻挡其货物在中国无法清关 立陶宛经济继创新部长奥朱纳对此也强调 这一个问题需要欧盟交涉 讲讲欧盟职委会反应 并且将与立陶宛外交部和政府协调应对措施 他也表示 立陶宛针对中国这类的贸易干扰已经超前部署 也宣布增加针对企业的贷款担保金额 而在立陶宛面对中国报复的情况之下 斯洛伐克仍然不畏惧中共的势力 其中43人访问团会在本月5号到10号访问台湾 中央社报道 台湾外交部晚间发布新闻稿指出 斯洛伐克经济部次长加雷克会率领斯洛伐克官研产学界代表访问团 搭专机访问台湾 成员包括了斯洛伐克经济外交教育科研 即体育创新核能源局 商务局 投资局 以及国家科学院等等一共18位的跨部会高阶官员 台湾方面指出 访问团也会透过斯洛伐克投资商机论坛 B2B商业洽谈会以及相关参访 进一步的拓展台司经贸投资 产业对接和供应链安全等合作 共同的打造稳健强韧的民主供应链 另外还表示 近年台司双边关系持续深化 今年斯洛伐克国会外交委员会首度的通过决议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9月份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捐赠16万剂的疫苗 协助台湾抗疫 扩大了国际间的良善循环 掌症